馬亞University 牛頓力學第20節,亦是牛頓力學的最後一節 大家會問,為何花口衰說一些似乎與物理學無關的東西 純粹滿足我自己的虛榮心 因為陳志雲博士說了多,這一節再說多一點 其實這一節主要的目的是,從一個喜歡哲學或文科背景的人 聽過這麼多節後,他自己的一個基本回應 其實陳志雲博士也應該有他自己的看法 事實上,我們未開始之前,我和陳志雲博士 也比較詳細地討論了這些比較哲學性的問題 究竟是說什麼呢? 當牛頓完成了整個這麼大的系統,物理學的構建之後 大家就會問一問,他對我們認知這個世界 他會不會形成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呢? 如果用哲學一點的講話就是,其實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我們有一些所謂的範疇 康德是說得最多的 這些範疇代表我們認知這個世界最簡單的 一個玩具的解釋就是,最簡單的職目 我們有這些LEGO之後,我們就會砌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 這個是我們認知世界最基本的方法 也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不用這些方法 我們是理解不了這個世界 如果有一些新的範疇 有些新的理解這個世界科學 即是新的職目,我們就可以砌到另外一些東西出來 這些範疇,所謂的categories,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白板上就會看到 簡單來說,如果是研究自然科學 即是自然科學來說,只有四樣東西 如果有其他東西,我們就要重新再講這一課 但希望這四個真的能夠遮蓋到 我們現在講的那麼多樣的現象 第一樣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matter,物質 第二樣東西就是energy,能量 第三樣東西就是time,space 第三樣東西就是time,時間 第三樣東西就是space,空間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我們形容這個物質 即是形容我們外在的世界 就不脫離這四個範疇 這四個範疇裡面,可以說 他各有各的重要性 第一兩樣東西就是物質 應該是我們由現代科學革命開始 到21世紀 是我們最強的部分 我估計也由此而引起了 所謂的唯物論 一個哲學的理論 事實上唯物論 曾經在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佔一個主導的地位 在哲學上 這個物質 然後我們就會引伸到 很多有關物理學的一些學說 舉個例 例如牛頓定律 我們不斷說 如果你失去這個概念 基本上你就可以說 浪費了這八貨 就是Mars 這個是質量 由Mars 牛頓定律 也看到有一個引力的現象 由此而去到Gravitation 跟著物質 這個研究也不僅在Mars 質量有一個發揮 也下開了另一個很重要的 物理學的學說 就是Atomic Theory 原子論 我們將來也會講 由原子論 一直引伸到現在最尖端的 粒子理論 即是說這幾年在瑞士製造的大型粒子對狀器 它的發展是由古希臘的原子論 一直到今天的跨核理論 所以基本上前兩者 就涵括了我們大部分物理學的知識 所以看到對物質的研究 是多麼成熟和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難度稍高 這件事我相信應該是遲過對物質的研究 會的 據我所知應該是在大概17世紀左右 才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研究 主要是講能量 剛才陳志雲說過 能量和牆滿身是否掛勾 後來就是 我們可以早些預告 我們後來會看到 在牆上 這個牆本身 它有時候會在牆上的一種繞動 它會構成我們了解世界的所有東西 我們先做一個比較 剛才台長提到 就是物質的研究相對比較完善 我們透過了解這個物質 找到這個世界上最基本的單元 我們了解到整個宇宙是由什麼組成出來的 很重要 後來就是 原來 可以換個角度 就是用牆這個概念 來幫我們解釋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麼基本的物質 來構成我們 當然這是一個很新的想法 我們可以連結到 剛才第九節那裡講一些 有物質 牛敦定律告訴我們 會有引力 我處身在這個引力場裡 我的能量有高有低 是一個什麼結果 就是一個長的結果 整個故事在牛敦的階段 就是這樣說的 但如果能量 我想也有幾個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力的概念 就是從這裡出道出來 因此有所謂的力場 長入離不開力 但後面會牽涉很多哲學上的問題 我待會再講 第三個就是 大家近年都會相當留意時間 每天都會留意 上班時會很緊張 我的意思是因為 世伯 Hawking寫作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第四個 space 就比較少人講 我想甚至到今天都比較少 但實際上 所有世界 這個世界的東西 是離不開這件事 對 你可以沒有物質 你可以沒有能量 你可以沒有時間 但據我的理解 你不可以沒有空間 你想像不到 你處身一個沒有空間的世界 甚至時間 很難理解 大家可能會想到 沒有物質 我撕少 撕走自己一塊 就少了 物質一邊撕都沒有為止 沒有能量 我可能將自己冰住 處於最低能量的狀態 但你想像不到 我一個物件 在一個沒有空間裡面存在 在一個沒有時間流動的世界裡存在 很難想像 是的 亦都是因為這樣 其實我覺得 第三和第四的範疇 是物理學現在最弱的兩環 因為對這件事的研究 在我們的感官裡面 是最難去理解的 是的 我會說 為什麼我們習慣 用這些範疇 來了解這個世界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認為這些範疇 就是我們最容易由感官感受到 我們會感受到空間 我們衰老感受到時間 能量的高低 我們可以由一件事 溫度 對 溫度 甚至乎由它撞下來受損的程度 然後物質 大一點細一點 我們很容易由我們的感官 去認定這幾件事 就是了解世界最基本的幾個範疇 幾個職目 第五件事就比較難處理 這個算不算是科學呢 我想到現在是一個很大的爭論 但這也是由唯物論牽引出來的爭論 所謂的心 心 心 老實說 讀科學的人都不知道是甚麼 科學的人企圖用科學的方法 告訴你他知道是甚麼 其實最後都是不太知道的 所以用這個reductionism 就是這個簡約主義 就是把簡約成為物質 但你發覺是不太可行的 舉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我把自己拆開出來 你發覺原來我有些興氣、有些嘆氣 但那些東西是否等於我 你發覺應該不是 起碼我不想相信這些東西 如果我換個角度 我用這種態度去研究這個notebook 是可以的 我將原件全部拆開後 再根據規律重組 我就了解他 但人我發覺是不可以的 甚至不定是人 因為這個心 這個心 可以跳出人的柱子 甚至去到神 神 甚至大家未必想到 一個城市 會不會城市有個心 政治體制是否有個心 這些就去到原學 Metaphysics 我要講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前四個範疇 基本上我們很努力地嘗試掌握 第五個我們都想 但發現這個嘗試的失敗程度相當高 基本上這就是現在我們在這個世界中 對外在世界或主觀世界 去研究的一個具體狀況 到這裏你就會問 牛頓力學出了之後 牛頓力學出了之後 他是不是覺得 這個世界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初初其實是這樣的 初初有一個感覺就是 如果我們用牛頓力學 就是牛頓建構的理論 到了某一天 這個世界所有的事情 我們是會理解的 但馬上發覺原來出了很多問題 這些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一節就會講 其中一些很哲學性 陳志文博士也提過 當時牛頓和其他不同派別的科學家 有一個爭論 應不應該討論這些所謂範疇的基本哲學概念 舉個例子我們會問 什麼是物質 What is matter 我們跟著可以上載下去 What is energy What is time What is space What is mind 你發覺前者這個問題 似乎都還可以解決 但後面第三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就是最嚴重的 陳志文說 如果你這樣問 很多時候你會被困在那裡 會做些很愚蠢無聊 如果那個情況繼續持續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今天這個科學的成就 這個是其中一邊的說法 但另一方面就是這些問題 你是不可以不問 你只可以把它暫時放低 你就會說到某天我們實驗的儀器 或者我們聰明一點 我們就可以再嘗試去解答這些問題 究竟這些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當你問到What is matter 的時候 接著就問What is mass 你就可以說 其實就是這些有型的物體 它自己內在的具體表現 基本單元相互作用的結體 你可以這樣說 但去到What is gravitation 什麼引力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這不是我們自己在意 牛敦也覺得自己有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是笛卡兒和牛敦 就是在爭取這件事 而這件事是今天還沒有答案 這個問題是說什麼 就是大家看到太陽 對我們產生的這個引力 中間有一個什麼的中間 沒有一條繩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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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鏈球 我看到一個鏈球 如果沒有這個很具體 我們可以感知 我們可以看到 或者我們摸到的 這條關係在那裡 究竟是什麼呢 用我們中國人的俗語去說 這叫做隔山打牛 有些類似如如來神獎 我在那裡出獎 你感受到我的獎風 你視力長 這個就很嚴重 其實當時是掩埋了這個問題 是不說的 但我們可以預告 到了愛因斯坦的時候 他就嘗試 用另一個方法去解釋 他說不是力 這是一個幾何的現象 甚至乎再現代的想法 有人想企圖 把愛因斯坦的想法 和梁子力學的想法結合的時候 去到長論 發覺原來是一個長的表現 所以到第二個範疇 去到Feel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他解釋到這件事 但也不是完美 還要你再問 What is Feel 有大問題 我們企圖把這些東西 歸咎其實都是Feel的作用 就是Feel是 這些物質表現的來源 你都可以問 究竟是一個Feel呢 如果說是信超原理論的人 他會說Feel 只不過是一些原理論裡面的圓的震動 他都會這樣說 另外一個由此引申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們繼續問這個引力是什麼時候 另外牽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究竟引力的速度是什麼 事實上當時牛頓是想過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錯 或者觀眾跟進 當時以為這個問題是馬上表現出來的 對 換言之他很神秘的 就是他第一件事 他不需要一個很具體的媒體傳輸這個力 第二件事這個力是馬上感受到的 可以舉一個例子讓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大家聽過黑洞這種極端的天體 亦都聽過他是一些引力非常強的天體 大家會不會擔心被黑洞吸了它 其實你問這個問題的背後 你也有一個共同的假設 就是你會認為這個黑洞 一出現就馬上吸了你 但其實說定一點的就是 相對論或者以後的理論 你都告訴我們 其實任何這些遙距的作用 這些隔山打牛的作用 理事力場的作用也好 你要亂說 任何一些物理上認定的一些基本作用 他們傳遞的速度是以光速為常限 所以到了近代就可以說 這個引力的傳遞或消失 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 簡單來說這個是光速的時間 就是8分鐘左右 對 譬如說太陽上有什麼引力的變化 我們是8分鐘後才能夠感受到 而我們感知 我們看到 我們感覺到 或感受到的太陽 是8分鐘前的太陽 對 無論是光 或是磁力的作用 或是引力的作用 從這裡甚至可以想 如果太陽這件事 因為它是不停地的引力場有變化的時候 我們感受到的引力場 也會有變化 不過滯後了8分鐘而已 變化這些東西 其實是用一種波動形式來表示 即是世界上有重力波動的這件事 這是去到近代的物理學研究才發現 但再去深一點 就是如果我們嘗試用我們的原子論 去解釋引力的時候 我們就假設有這個世界 有所謂的Graphiton 是 有長論告訴我們 牆就會生出一些引力子 幫我們做傳遞的力 大家會問 那些鐵鏈 地球和太陽中間的鐵鏈是什麼 原來就是由一些 互相交換引力子的過程 就成為了鐵鏈 要強調這件事 這些Graphiton 到現在我們還未找到 但如果我們這樣去解釋 或是我們這樣去解釋的時候 對我們的理解這個世界 就稍為安全一點 即是原理一點 我覺得都是純粹安全感 因為如果你繼續去解釋 能夠有隔山打牛 他又會跟著出了很多超自然的東西 這是一個物理學 或者西方自然科學的 很理所當然的方向 那你就會問 為什麼你說到這裡 要引起這麼多哲學 或者在牛頓力學 沒有講過這些將來要講的東西 其實一個解釋就很簡單 正因為牛頓力學 在哲學上有很多 所謂弱點 而這些缺點正正是 將來的人 要為了克服它 而再去想一些 超越了牛頓力論的 物理學學術 而部分 它發生就會正確 所以有時候你說 哲學不是沒有用的 物理學 不像斯特朗普說 物理學也是需要哲學的 特別你看看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 其實是一個相當有哲學修養的物理學家 甚至說他基本上是一個哲學家 甚至乎做梁子力學的創始人 他也是 這類人 因為你發覺 到了二十世紀的科學 發覺 越來越接觸到很多哲學的基本問題 這個可能有很多原因 就是因為 涉及到我們感官極限的問題 你去到一些 違反我們直觀的物理學現象 你就要回來考慮我們 用哲學去考慮這些問題 所以哲學回來 是能夠輔助物理學的發展 對 另外一件事跟這件事有關 也值得去說 如果我們問了剛才很多問題 例如What is matter 的時候 我們問What is mass 但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是 What is light 光是什麼 事實上當時 牛津已經考慮過這個問題 就是他覺得 光應該由一些 基本的粒子組成 但大家要記住 當時沒有原子論 不是 當時沒有現代的原子理論 沒有那種光子圖像 讓他知道 但他覺得 其實好像一些炮彈 一子彈 撞出來 他撞到一些東西 他會反彈 於是有所謂的光的哲醒 即是說光的那種粒子性 那種想像 但問題就是 這件事當時是引起很大的爭論 譬如我沒有記住 另外一個Thomas Young 做過一些實驗 即是說 不是的 不一定是粒子 這個高中物理一定做的實驗 原來他由實驗告訴你 光不是粒子 光是波動 在波動的時候 代表中間有什麼呢 就是他有一種中介的媒體 舉個例子 譬如你在一個水塘裏面 你扔了石 扔了石 就有一個波動 我們現在用這個 這個實際上是一個長的理論 就是說裡面的波動 就構成了物理學的現象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會聽到聲音 我們會看到一些光 如果整個宇宙有這些 類似水塘的東西的時候 他裡面的這些物理學現象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比喻 其實這個等於長的理論 去解釋到這些 而後來就是Maxwell 我不知道中文的代語 是思維 Maxwell這個人 是電磁光學的一個很重要 有貢獻的一位人 他也認定了 所以光是一個電磁場 在空間上的擾動 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又會問 為什麼又要說這件事呢 正正因為 回到一個哲學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用傳統的 阿里士多德的邏輯 就是 如果它是粒子 它就不會是波動 如果它是波動 就不會是粒子 這個就一直很嚴重 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 人們都很希望 證明其中一件事是對 而證明另一件事是錯 因為我們的感官入面 認定了一些東西 只能夠一是粒子 一是波動 這個就是 到二十世紀學出來的時候 就告訴你 這個矛盾你是解決不了的 它是兩樣東西都 是可以並存的一個特質 並存的 而且不僅存在光 而且後來再發展到 可以存在任何物質 包括你和我 我就表現到粒子性多些 我被人撞 我是整個海波這樣彈開的 但是原來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之下 我是可以表現到波動性的 但是我現在無法做一個實驗 來展現給大家看 如果展現給大家看 其實我也死了 所以這回到另一個哲學問題 這些東西可不可以是非子則比 我想到現在 在邏輯上 大家都很難以接受 大家後來更加願意去接受 可能很多的現象是一個同版的兩面 所以我回來講的最重要的是 很多時候物理學的發展 是挑戰了傳統哲學的概念 甚至挑戰了人的感官極限 所以這件事 就是回來的兩件事是相負相成 甚至到現在可以說 哲學家難以避免思考哲學問題 哲學家難以避免思考哲學問題 儘管理學物理學的水平可能相當低 但是你回來也很難避免不涵括這方面的知識 我會說現代物理和經典物理最大的分野 經典物理好像我們剛剛對上幾集說的 就是牛頓力學完全是由我們感官認定出來的 那堆積目來建構出來的理論 我們後來現代物理就是會跳出這件事 而要跳出這件事 就是哲學上的思維 一定要能夠凌駕到我們過往的感官限制 才可以做得到 另外一些哲學上值得討論的地方 就是很多我們平時假設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舉個例子 例如牛頓 這個在宇宙裏面有一個絕對的座標 可以令我們知道所有的 絕對的時間 絕對的空間 我的一秒就是你的一秒 大家拿著你的一秒 全宇宙的一秒都是那個一秒 事實上當年沒有討論這個問題 但這件事是我們直覺上覺得理所當然 但這是去到後期 去到愛因斯坦的時候 才開始去懷疑這件事 那懷疑是什麼原因呢 就不是愛因斯坦自己很聰明 而是他從另一個哲學家 這個Mark 這個人去想 Mark用了那個所謂實政主義 他出發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我觀察不到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的東西 我就不應該假設它存在 我看不到有絕對時間 我看不到有絕對空間 我就不應該假設有這件事 而當時他在實驗上 竟然讓他看到有絕對光束 在另一個實驗上 是的 但Mark沒有說明 沒有絕對光束 所以他就用這個 就是結合了兩套的想法來創新 大家聽到有一頭謀水 當然不要緊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下課的時候 我就違反了一般 這個物理學教程的一些信罪 我就會首先說了廣義相對論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以前我也說過 就是牛敦相傳他在蘋果樹下 他看到蘋果掉下來 他就去思考這個萬有引力的問題 其實在蘋果樹下是同一個思想的實驗 就是他假設自己是一部跌下來的升降 周遭發生什麼事 或者在升降中的人發生什麼事 他就由此而推斷這個廣義相對論出來 所以歸根到底一件事 就是無論是牛敦的萬有引力學說 或者是廣義相對論的萬有引力學說 They are all about falling 都是關於跌的 跌的就是這個 墜下的現象 我由此用這個思路 引申到下一集 就是萬有引力那裡 如果我們做的話 但是完之前其實有一個概念 在近日的萬有引力學說 是相當重要的 大家是不可以忘記 也會趁著這次的機會 去補充牛敦力學和將會講的相對論 這個畫面大家可以看到 對稱 其實大家可能覺得很悶的概念 純粹就是一個鏡下左右 人大約粗略地 我都可以說我的左右是對稱 當然鴛鴦面是很正常的現象 我們想的對稱可能是一個軸 然後一邊接到另一邊 或者可能現在小學也有學到的 旋轉對稱是一個星的東西 他每轉這個 幾度的時候 每轉一個360度 每轉72度的時候 他就會重複自己的樣子 他轉了72度 你基本上不知道他轉了 有一些東西可能是一個 三圍的空間裏保持對稱 一個譬如金字塔 或者隨便一個三角錐體 他轉了另一面 你基本上不知道 如果面面有同一個顏色的時候 過往我們想的對稱概念 很多時候就是一種幾何上的對稱 將它怎樣接怎樣轉 楊振玲有份他很喜歡想這些 其實物理學或者數學上 我們可不可以將對稱概念再擴展一下 我們剛才所說的都是空間幾何上的對稱 我們不如將這個定義 大家開始有這樣的概念 再推廣一點 就是任何的物件或者任何事件 任何的物理定律也好 他經歷了某一種物理的轉換之後 如果他轉換之後 你發覺他跟原先沒有轉換的時候 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你就發覺他有某一種對稱性 說得實體一點 我將他做一個轉換 順時針領72度 我發覺我分不到他轉過還是沒有轉過 他有旋轉對稱 然後譬如說 我在30歲和40歲的時候 樣子都是這樣的 大家分不到 我就說我在一個空間 一個時間平移上的對稱 其實我們會說 如果大家明白到這個對稱的概念 我們再進一步 我們會說牛頓力學 就是會保持著一種空間平移的對稱 其實說得實在一點就是 一個均速運動的框架 跟另外一個以另外一個均速運動的框架 裡面的牛頓物理定律是一樣的 牛頓物理定律在這兩個不同的均速運動框架 保持著他的理論形式的對稱 我們就會這樣說 我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就是大家不妨執著這個對稱的想法 原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是遵守另外一種轉換的對稱 在用另外一種轉換形式之下 他也會保持對稱 當然 那個轉換形式牽涉到什麼 一定牽涉到他想到的那種 光束是絕對的這些概念 其實這個 講一個比較淺白一點 這些不同的理論之間 其實有一些固定的關係 這些固定的關係是什麼 你就要很具體去研究這個理論 才能夠了解 但問題是 如果你理解了其中一種理論的時候 就方便你理解另一種理論的內容 只不過有部份的一些參數 他們將會加以改變 過往我們相信牛頓力學本身 他基本上不認為這個光束 在我這個力學理論裡面有任何的角色 純粹是說 以一個均速運動的物體 與另一種均速運動的物體 上面的力學定律 要是一樣的 他有一種這樣的對稱 我們會說 就是這樣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不足夠 為什麼不足夠 因為牛頓力學相信的這一套對稱 背後有一個哲學上的假設 就是認為空間時間要是絕對的 在你這個均速框架裡面的那個一秒 與那個均速框架的一秒 要是一樣的 愛因斯坦就從這裡開始想到 由這個這樣的情境開始推導到 有些矛盾的情況出現 就發覺我實在找不到 即是說你要那個力學保持這種對稱 又要這個一秒等於那個一秒 換言之 其實這是一個哲學上的假設 而刺激的一個物理學的發展 是的 所以就是要了解物理哲學 為什麼在這裡這麼重要 就是我不了解這個物理哲學 我根本沒有辦法凌駕這個牛頓力學 沒有辦法看穿它的一個矛盾 也沒有可能再誘導我去嘗試探索 是否有些更加能夠反映到現實的情況 更加涵括到現實的理論 是的 好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完成了這一節 亦都代表了我們完成了10 牛頓力學的課程 再次重新一句 我們用了這麼小時間去講 必定有很多遺留 甚至可能有些錯誤 我們希望將來透過聽眾的指證 或者建議令到我們這個節目做得更加好 亦都希望這麼粗略地去講這段典故 令到我們日後講一些更深入現代的理論 有一個幫助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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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